沒有錯 今天我們就是來實測這個YSL氣墊粉餅一整天 其實2018年的氣墊粉餅趨勢已經開始偏向微霧光 然後很注重遮瑕 然後這樣子對於乾性肌膚來說 可能就不是那麼的友好 因為這樣子意味著氣墊粉餅要低光澤 然後要遮瑕膏 這樣子保濕度 應該也不會太高吧 像我前一兩個月買到的幾款氣墊粉餅呢 就適度來說有一點乾 但是我本身現在又開始喜歡上微霧光奶油肌的感覺 所以我買氣墊粉餅呢 都會像是在一次吧 可能會適合我的肌膚這樣子 所以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又再來開箱另一個毒品 就是 叮叮 就是現在新出YSL經典LOGO的氣墊粉餅 對 聽說這一個之前在韓國是大熱賣 然後 現在新推出這樣子大的LOGO型的 我就想說 其實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沒有用過他們家氣墊粉餅 那外表好了 雖然它是媒體報導 就是 全世界最美的氣墊粉餅設計嘛 所以我不是那麼覺得啦 它就是蠻經典的 就是黑跟金的這個設計 然後它的LOGO呢 它就是有閃閃發亮的那種灼光 本身呢 是一個很沾指紋的設計 超級的沾指紋 然後打開 一樣是有鏡子 然後這個粉撲呢 印有非常低調的YSL LOGO 然後粉撲的質感 我是覺得 算正常哦 然後打開 這就是一個粉底呢 滿的要溢出來的概念 然後我輕輕只是稍微動一下哦 你看 看到嗎 我手上呢 就沾了不少的粉底哦 所以說 這個的時候 一開始要很小心 就是要沾很輕很輕 就足夠 一推開呢 它就是非常的滑 而且算是蠻濃稠的 你看它特別白 但是推開呢 就會還好 然後它是偏粉色 可以提亮膚色的那種 然後一下子呢 就變成超級超級乾爽了 對 dele 如果這個粉紅泰剪就穿到這麼厚了 天啊 比我想像中還白哦 也太白了吧 还好我得上在打亮的地方 不然就真的太 差太多 如果说你平时上气垫粉饼是后擦的话 那这个就可能对你来说会过白 然后像我呢 就是刚刚我点那一点点有没有 居然可以上完整脸 但是还不包括遮瑕 然后我就轻轻的这样子压压压压开 然后整个气色就 我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它跟我脖子的色差没有太大 然后现在我再试看薄薄叠叉第二层 在我的那些瑕疵的部位 看能不能遮瑕 真的是一点点它就很多了 它真的是很多到意义出来了 它分离 刚刚我这个算是还蛮红的这个敏感呢 算是被遮了大概六七成 对镜子这样看呢 也是已经变得不是那么的明显 对所以今天呢我还是一样不会上遮瑕 然后接下来呢我上完了眼妆眉毛 再来跟你们聊一聊 现在我已经化妆好回来了 我现在要说说用了它之后的感受 一开始呢我真的吓到 上来我脸上的时候觉得说 哇天啊比我肤色白太多了吧 过我发现其实是因为 它的那个质感是浓稠的 所以呢一开始呢浓的化不开它是超级的白 然后我就点在这一些需要提亮的部位 然后再慢慢的去推开这样子 然后整个肤色呢就会看起来很白里透红 然后先说我的脖子呢是没有上粉底的 然后这样子看呢其实差别没有太大 就是没有说这边很黄然后这边很粉 对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色差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这边就可以再补一些这样子 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偏粉了 所以我感觉脸有一点点粉算是正常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我必须说我一开始上在我全脸的时候 就是又该那么一丢丢的分量 妆效看起来是很干爽 而且呢那个妆感是很低的 然后我刚才不是有叠拆鞋在瑕疵的部分吗 除了这边可能我看起来有一点点的厚粉 还有这边有一点点的厚粉之外 其他的我觉得很好 然后到现在呢它还是维持很干爽 一点都不粘腻它超级干爽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 它就是很干爽很干爽啊 先说我今天的皮肤状态不好 昨天晚上呢我洗了脸忘记擦护肤品 我就睡觉了 然后今天早上呢我也没有擦护肤品 然后在冷气房待了很久 照理来说脸应该很干了 我在拍这个影片之前我只是洗了脸 然后敷了我常常用的那个天然水面膜 它并不是很保湿的面膜 它只是一个水面膜 可以做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保湿而已 所以我预计了它可能会有卡细纹的状态 但是它没有 你不会想象我一口气这样子说完话是多么的 会让你窒息的感觉 但是我激动就是它居然没有 它没有所谓的粉线进细纹里面 而且呢你看我眼睛现在是没有上遮瑕状态 然后我刚刚不是上了第二层吗 它还是没有卡细纹 它没有卡细纹耶 连这边也没有 然后整个看起来就是很干爽的状态 然后刚刚呢我是三点半的时候上这个底妆的 我没有上打亮我也没有上遮瑕 对然后其他的都有上 三样有上对 然后现在已经五点半了 就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跟你们报告我的脸部情况就是 这边非常的干爽 非常的干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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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鼻子这边有一点 你看我鼻子很亮对吧 但其实我鼻子没有上打亮耶 它就是有一点点的出油了我感觉 对 就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合理的范围 我还是很喜欢很喜欢的妆效的 然后我迟一点再跟你们报告吧 好 现在呢已经八点多了 然后距离上妆到现在 大概五个小时多上妆到现在 然后刚才我在开镜头之前 我已经有一直在看就是哪里有浮粉 然后甚至呢我看不大清楚 我觉得说我应该要打光再看 再看的非常的惊讶 就是大概五个小时多了 然后我刚刚说我没有开空调嘛 到现在也是没有空调的状态 除了就是我刚刚说在空调房下 那脸会显得有一点点的干 还有鼻子这里有出油的话 那这一边 其实也有一点点冒油 然后现在除了刚刚我说的鼻子出油之外 现在脸的这一边 还有这一边其实都有一点点的油光 但是其实都没有很严重 它的油没有很严重 对 它就是有一点点的油光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然后像这种奶油肌气垫粉 你最怕就是大概四五个小时过后呢 这一边就是有毛孔会出汗的地方 都会呈现一种你知道火山爆发过后 就是旁边一圈一圈 一个洞一个洞一圈一圈这样子 它居然还没有出现耶 然后但是我今天测试呢 就要到这边结束了 但是如果说后续 今天晚上我比加西脸之前呢 再观察如果说还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我就会在后面打字告诉你们更新那个状况 不然呢 就是以这样子的状态结束今天 那我今天状态呢也是一整天在有空调 或者是没有空调的室内 这样子一整天对 然后没有到去外面晒太阳啊 或者是闷热到 但其实现在有一点点闷热 因为我没有开空调 好那应该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结束 总结来说我对它的满意程度 如果说有十分的话 我应该会打一个八分 气味来说也是蛮香的 遮瑕得来呢又有薄透的感觉 而且它的粉色提亮呢 可以让我的脸气色看起来很好 那我这一次的粉底测试一天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一次的分享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话呢 就不要有愉快快订阅我 来守住我 接下来会出了更多影片哦 然后我们现在再见 拜拜 对 在拜拜之前 你们要多留言跟我说说话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